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1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節要講一下 台海的局勢 最近 大家都知道大陸的動作頻頻 外國 包括英國 美國 日本 亦都是動作頻頻 我們說過了 日本 允許英國駐軍 那麼當然 今天這個也write 主要是針對中共 對台灣 美國步署了印太戰略 同盟的關係 將印度 將澳洲 拉起來 而英國 在日本駐軍 當然是美國 kämpên人 所以 我認為根本就是你把英國 這個北約系統拉進來 亞太區 美國也是北約的大佬 再加上 日本的主軍 日本跟美國也是盟國的關係 將 整個北約 美國 日本 拉在一起 目的其實也是阻止中共 去侵台 大陸也是有很多動作 因為 現任的 國台辦主任 就是之前的中聯部部長宋濤 這件事真的值得 跟大家說 宋濤 也是一度也得到習近平的信任 而他 由中聯部調任了國台辦 很明顯就是要對台灣進行一個統戰 大家都知道 中聯部 其實就是中共 聯絡 全世界獨裁的邪惡軸心 主要是以往聯絡共產黨的 當然現在很多共產黨到了台 但是 他也會聯絡全世界跟中共友好的政黨 當然是那些 邪惡軸心 恐怖分子 越是不見光的 越是跟中共做朋友 中共 從來都是站在邪惡的一方面 他 本身是外交系統出身 就是做特務 現在 調任國台辦主任 很明顯就是圍繞這次 2024年台灣的大選 去年大家也知道 九合一選舉 台灣的民進黨是大敗 輸得脫褲 但是 接下來的總統選舉會不會輸呢 因為蔡英文已經做了兩屆 這屆一定要換賴清德 究竟 台灣 關他們 這個 有沒有辦法 在 剩下的不夠一年時間裏面 把賴清德拉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的記憶 在2019年的1月份 當年香港還沒有爆發時代革命 我們當時看到習近平 有大動作 好像要對台灣 有些動作 而不是軍事上的動作 而是經濟上的動作 因為他們要支持 這個韓國瑜 做台灣總統 要令到台灣變成 一個 一個 特區 你做了總統 明天就來做台灣特首了 當時我們 沒有這個時代革命 仍然是好市賄 仍然覺得我們要去台灣投資 買樓了 所以當時我們組了 台灣的看樓團 第一站在台中 然後到高雄 在兩地看樓 其實我們的眼光也沒有錯 台灣之後高雄和台中的樓聲很厲害 我們當時的決定其實是沒有錯的 不過後來由於 政治太關心政治 我們把所有精力注意落在政治方面 結果 搞得要流亡了 當時其實是一樣 蔡英文在2019年的1月 他的民望只有8% 大家沒有聽錯 8% 100%滿分的 當然民族很難去100% 但是他只有8個 當時的 韓國瑜 好像有3、40% 如果當時就選舉 台灣的選舉 基本上 民進黨是輸的 好了 一場時代革命 香港人流血 流淚 流汗 幫蔡英文贏了總統選舉 當然啦 之後他過橋抽版 這個是另外一個 後話 我們說回 大陸當時對台的策略 也是他覺得 既然你 那個局勢 你們那個民調那麼低 你們一定輸了 大陸人以為 這個韓國瑜一定贏了 有些人分身買韓國瑜 已經準備好 根本就不用打仗 已經可以 順利接收台灣了 結果 人算不如天算 中共一手策劃 2019年的 這個 大鎮壓 然後2020 鎮壓沒有停止過 使得台灣人知道 原來對中共 不可以軟弱的 要強硬才可以 有活路 不想變成 香港 使得 蔡英文奇蹟地 連任成功 中共 中共當然是計錯數了 始料不及 這次 又翻版了 為甚麼 其實台灣當時在18年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九合一選舉也是大敗的民進黨 結果 大敗之後 中共就覺得你玩完了 誰知道 一場時代革命救回民進黨 這次 也是一樣 2022年 九合一選舉大敗 明年一月就選總統了 現在是二月 明年一月 即是還有11個月時間 現在的宋徒 就是要用盡他們的運身解數 運用所有的台奸 幫他們 因為他們 也在部署 如何配合共產黨的攻勢 當然 現在說一些好說話了 不要再民功武轟啦 最重要的就是 要動用統戰力量 你們統戰 你也不要做到那麼難 所以呢 他就找了宋徒 宋徒 一直以來 在福建裏工作 他不是福建人 但是在福建施藩 大學畢業 也在 任職福建期間跟習近平 有交集過 2001年就交入外交系統 習近平 上位之後 在2015年就升做中聯部的部長 本身他是做情報 也有很多情報工作組 這次 台灣的台奸肯定是全部受到操縱 究竟他會不會 利用這 一年時間 將台灣的台奸發揮到臨漓盡致 使得民進黨進一步升分 從而 使得台灣人 改為投票給國民黨 我覺得 絕對是共產黨 出不出兵的最終原因 至於美國 空軍司令 是2025年打仗 因為要看完2024年的總統選舉 就是1月份 1月份的台灣總統 以及11月的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是11月的 台灣是1月份 跟 2020年一模一樣 2020年1月 蔡英文 連任也是台灣選舉 然後11月 特朗普連任失敗 究竟 這次會不會歷史重演 或者 有個大扭轉 其實我覺得中共 只會看習近平一種那麼心急的人 他不會等到2024年美國的總統選舉 他一定 是在 台灣總統選舉之前 就要決定動不動手 為什麼我這樣分析 原因就是 他其實 去到11月或者10月份 若沒有民調已經有了 因為民調其實是很準確的 看看民調 賴清德 是不是可以壓倒 國民黨的對手 如果賴清德 一直壓緊 國民黨的對手 他就未必能贏 習近平 就可能忍不住 就是要在 今年 不等到 明年選舉1月 可能在今年 10月11月就動手 當然 他也會看看這幾個月造成 民望 可以打他下來嗎 只要把賴清德的民望打下來 國民黨捧的候選人 形象比他好 各方面比他好 或者只要有五球 他就覺得有機會贏 但是如果他是民望 是永遠都追不到賴清德的 我覺得 共產黨 是會提前動手 即是說是今年就動手 不是明年 1月份選總統 知道的啦 其實就是若莫那個 民意 看得到那個趨向 其實早兩個月 三個月 已經有一個民意趨向 是邊編 相對的勢強 如果五球 他會不會動手呢 我覺得他也可能會忍一忍 如果是賴清德 長期 民望高居不下 國民黨挑戰他 沒可能的話 這樣 我覺得 習近平動手機會 很大很大 大約是甚麼時候動手呢 10月11月 10月國慶 會不會是甚麼 他不理會 因為 你是完全沒有防備 每個人都打算等總統選舉 是不是 你越是打算等總統選舉 越是覺得他不會動手 習近平一定會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中共從來都是靠偷襲的 沒有一次不是靠偷襲的 包括珍寶島 包括印度 全部都是偷襲人家 嚴懲入侵之敵 所以這次我的評估 應該如果中共真的要看 就是看回那個民調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那麼早 看他在台灣的人氣有多少 說賴清德 他們會在台灣發揮他們的 台奸 現在主要負責就是 不斷去抹黑民進黨 做很多東西出來 令到民望低一點 最重要是踩低民望 這樣 共產黨就有機會 踩不低 就可能 要動武了 所以 有時 可能會麻痺大意 當然 這位美國的空軍司令 也可能反過來說 美國有部署 他也 特意把這個說得很厚 令到中共覺得 美國是沒有準備 其實美國 隨時準備好 當然美國的軍備 比中共先進很多 超越了 領先幾代的戰機 領先幾十年 空軍 海軍 中共根本沒得打 不過 如果他發起爛上來 突然偷襲 你也可能會被他殺到措手不及 當然美軍的戰棋 推演 實際上全都是誇大共產黨的能力 實際上打起來當然是不行 所以 習近平 打不打台灣 什麼時候打台灣 其實是取決於 宋濤 在台灣 做不做到事 如果他在台灣 成功的抹黑倒賴清德 如果他成功把他的民望押到 是比 國民黨候選人更加低的話 他就可能 不會動手 他等總統選舉贏 是不是 這個 我估計 很大機會會中 如果大清德的民望一直都是高舉不下 他動手的機會就很大 你也知道習近平是那種 冷血的人 他完全不會有同理心的 殺人 死人 在他心目中只是數字 跟老母一樣 這節時間我們先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 可以支持六部曲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多一點在節目下的留言 或者 回答網友的留言 也可以增加互動 多謝大家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